这个是Wolf Media's Rallying Cry, A Cry for Freedom and Justice 纽约之家,疫苗,年龄低至12岁 打疫苗的人的年龄可以到12岁 过去的时候是到16岁 就是说16岁以上的就可以打疫苗 16岁以下的不打 现在通过对疫苗的重新评估 也就是12岁可以打了 那现在成年人在美国已经一半左右 像纽约已经过半了 有的地方不过半 但整个美国现在如果是加上第一针的 一般是过半了 两针都打完的像纽约是过半了 有的地方没有过半 但效果现在能够看得出来很明显 也就是从高位第二次疫情反弹以后 又再降至感染率1% 死亡人数像纽约10个人 当然现在还没降到 现在有十几个人 二十几个人的死亡人数 因为前期还有一些重病的人 还在重病房里面 这些人还陆续的有一些治不好 可能还会死亡 但疫苗打了以后 他没有新增的病例 新增的病例减少了 这样死亡人数就会减少 通过打了这段时间疫苗 很多人重新认识疫苗 我在打疫苗的时候 包括我的妻子 包括我的邻居 很多人都觉得这个疫苗不行 是突然批准下来的 可能会带来某些损害 我还是对疫苗相对比较支持的 那我就先打了 因为我开Uber 接触的人也比较多 老婆说我在家看孩子 又不出门 买菜现在都是你去买 现在他也就是洗衣服 就是洗衣服的时候 推这个车 我在家看孩子 他推个车去洗衣服 那里就是洗衣店的老板 一两个人洗衣服的 这个邻居 这个很少 所以说他就可以说不打 很多邻居也是 他们接触的人比我还多有的 但是他也不打 他就担心这个疫苗不行 通过很多人打了以后 也会来问我 你感觉怎么样发烧了没有啊 有没有什么反应啊 或者发烧了 有反应啊 然后看到没问题 看到别人都没问题 而同时还看到有些没打疫苗的 如果得了病了 甚至死了 再说还是去打疫苗吧 你看 谁谁谁 某某人 打疫苗 没事 某某人 没打疫苗 死了 你看 这一对比 感觉到还是打疫苗 比较保险 通过重新认识呢 很多人呢 就开始打疫苗 那当然评估呢 对于孩子们 对于这个年龄小的这些 这个呢 还要通过一些科学的试验 先拿几个小孩来试一下 看看有没有像什么问题 测一下 那感觉到没什么问题 然后呢 再扩大试验面 也是这么一个程序 然后把这些数据呢 递交给政府 政府呢 然后把这些数据呢 看一下 然后呢 带大家来投票 肯定说是百分之百的 有效 那是不会 百分之九十五 百分之九十 百分之百的没有副作用 也不会 比如说万分之零点几 是吧 万分之几 这一个呢 也会有的 把这些数据拿出来以后呢 大家通过利弊的对比 感觉到呢 这个对孩子们来说 打还是有利的 那这样呢 就把他降至十二岁 当然下一步可能像我小孩 什么九岁十岁啊 可能就 就也会 也会打了啊 最终的趋势呢 应该是全民呢 都要打疫苗啊 嗯 那当然是不是说一岁以下的 像我这个不到一岁的 这个小孩会打 这个可能会 因为他就是父母在家看着呢 而且呢 这个呢 风险相对小啊 如果说全民都打了 只是一岁以下的不打 或者只是两岁下的不打 这个呢 对这个 整个社会的影响呢 应该是不是太大了 那等到我孩子两岁到三岁再打啊 我现在小孩不到一岁 先不打 等他小孩长到三岁的时候 跟他大的一样了 过两年再打 那然后 也可能过两年以后 这个 得病的很少了啊 那一年就是那么几十个人 啊 这么大个美国 一个纽约碰不到一个两个 也可能孩子就不用打了 以后连我都不要打疫苗了 是吧 那也可能就是这疫苗管个三年五年 啊 这个都不一定 但通过这个整个评估的 我们知道呢 全民疫苗呢 这是一个趋势啊 谢谢大家